这个先生回国到中国去访问 昨天他见到了宋涛 那跟宋涛的谈话呢 说实在真的有点乏善可成 就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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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尾九二共识 但是很重要的一宗各表 他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他们见面的画面 很高兴能够在武汉与大家见面 首先我转达新西平总书记 对马英九先生亲切的问候 欢迎马英九先生回乡 先欢迎马先生回到大陆 马前总统仿中行程第四天 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 会谈过程中 宋涛离不开的关键字 不断强调九二共识 多达五次 马英九先生 素有民族情怀 和振兴中华的信念 为两岸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共识 在他认为 与大陆一道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关系 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 是一家人 家里的事好三两 多三两 宋涛编函九二共识 还称是一家人 但似乎忘记 国台办三不五时 对台湾出言恐吓 这话听起来很讽刺 但尽管如此 一旁的马先生 似乎无动于衷 2015年11月 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 我与习先生再次确认了 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两岸人民的敌意上升 让我们非常感到忧心 大家都是炎黄子孙 彼此唇齿相依 情感共通 一定要谈 也只能够 也只能透过谈来解决问题 跟着宋涛一起唱和九二共识 前总统马英九的两岸论述 一种各表却还是说不出口 反正形成对等这回事 彻头彻尾 早就被中共占尽评计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马英九在跟宋涛讲话的时候 是全程拿着稿子在念的 我当记者这么久 我还第一次看到一个 曾经当过国家元首的人 在建一个不怎么样的 国台办主任 不过就以中国的标准叫正部级 就是部长级的官员而已 还要看稿子 真是丢脸 好我们来看 这他们昨天谈话的重点 再提九二共识 马英九两岸只能透过谈来解决问题 宋涛怎么说呢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心声 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 呸谁跟你是中国人 我台湾人啊 谁中国人啊 是一家人 这个是中国人 我确定他中国人 我也不是跟你一家人 没这么随小有这种家人 如果中国现在真的很气 蔡英文访问美国的话 马英九在你们那边 你们尽量虐他 抓起来当人质 家里的事好商量 谁跟你一家人 哪有家人 兄弟一天到 哥哥威胁要打弟弟 或弟弟威胁要干掉哥哥的 你把香港人宰了 对啊 这个叫家暴 马英九怎么说呢 马习惠的目标 就是要对外展现两岸关系 可以由两岸自己和平解决 两岸都是又来了 谁跟你炎黄子孙啊 借存此相依 情感共通一定要谈 也只能够透过谈来解决问题 他还举了德国跟法国 我觉得马英九的欧洲历史 真的没有念好 你应该讲英法百年战争好了 德法世仇 他是在大九学堂到武汉大学坊 他说德国跟法国为例 不同文不同种的两个国家 相互征战百年 世仇都可以化解 为什么两人做不到 我告诉你好不好 马英九 因为德法后来都放弃 要并吞对方 就这么简单 中国没有说要放弃并吞台湾啊 好 中国官媒新华网 不到三百个字 所以我请教一下于将军 和平大家都要 我想你即使是军人 你也很爱和平 可是和平是这样子求来的 马英九 为什么不敢当面讲 九个公司一中各表 然后跟宋涛讲 你要放弃武力犯台 这样我们才可以谈 什么叫一家人 我跟我们的兄弟吵架 我会把大炮架在兄弟的大门口说 你不要出来 你不跟我谈 我就开炮 这是一家人吗 一家人 间隔在什么状况之下 你要承认我 我信于你不信于 你跟我谈什么 你就是不信于 我要吃掉你的财产 这叫并吞 当你不承认对方 叫并吞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要跟宋涛讲什么 你要跟我谈 好啊 先承认中华民国 你承认我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国家 我们才能谈嘛 东德西德怎么谈的 互相承认 南韩北韩互相承认 那普法更不用讲了 法国跟德国 本来就是互相承认嘛 他们都是一个 独立自主之国权 他可以互相承认 这才能谈 当你不承认我 中华民国是个国家的时候 谈什么 那不叫谈 那叫并吞 所以你去 你不是谈统一 你是谈接受并吞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什么一国两制 这个什么九二共识 他永远都讲九二共识 有啦 他讲到叶元之 他说原汁原味 还有讲到叶元之 然后原汁原味 所以叶元之在马英九的心目中 还有一定的地位 宣传堪忧 宣传 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那么宋涛头上一定觉得奇怪 什么叫原汁原味 我们在吃牛肉面吗 还是我们要吃这个 带半斤半肉 我听过半斤半肉 没听过原汁原味 所以你就讲出来嘛 要跟我谈 当然用谈 请先承认中华民国 是一个独立自主之国权 我们才可以平等地谈 你不承认我谈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你就没有点破他 他跟你讲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兄弟不打兄弟 你专打兄弟耶 香港被你打得还不够惨吗 香港是被狂欧耶 那个黑衣人是直接狂欧耶 那请问 那台湾你有把我当兄弟看吗 有兄弟每天派米格基 派这个歼31歼29来这个地方 来给我们问候吗 有兄弟每天拿着飞弹 越过我们的上空 打我们的东部海岸吗 这叫兄弟吗 这哪叫兄弟啊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拿着刀的那种兄弟 兄弟 那不叫兄弟啦 那你兄弟啦 我要吃掉你啦 你不听我我就砍你啦 这叫什么兄弟 这黑社会嘛 所以我就讲说 今天马英九到那边去 完全看稿 我杀眼 你看宋涛 就算用背的 人家也背了两三天吧 对不对 而且是侃侃而谈 就是一副老大对小弟的感觉 我们就谈啊 就九二共识啊 我们你看 那马英九讲 战战兢兢 正经为坐 然后把那个打开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 他好像跟宋涛汇报些什么事情 像汇报 对 现在汇报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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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报告 所谓的九二共识呢 基本上我们严您如下 不知道你满意吗 这好像个秘书啊 对长官在做汇报吧 或是一个学生呢 好像写论文哦 指导教授站在旁边吗 在考试嘛 对 我论文啊 基本上两个礼拜就要考试 为什么两个礼拜之后 或者三天后 因为我三天之后呢 就要去见王沪宁呢 不知道呢 这样说您觉得如何 就这种感觉嘛 所以宋老师有给他指导啊 对 我们还是要回归九二共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自家人不打仗 哦 是是是 我们原汁原味 大纲审查 然后呢 后天就要论文考试 才能写 他才能够下笔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马英九这一趟去 真的能够 让对岸感觉到 我们中华民国 是一个独立自主之国权 我想就算你被抓 不敢抓你的啦 你马英九展现出决心 我敢保证宋涛不敢抓你 大不了下次不找你去而已 这不是我乱讲 有机可循啊 曾经就有一个将军到对岸去 就直接指着 他说你跟老毛之败 就是叛徒 最后他也没有抓他 把他送回台湾而已 然后他终身不去中国了 就终身不再去了 那马英九去 说句实话 你可能就去这 除非他想去第二次 他还会再去 他下次可以见到习近平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 同战效果就降低了 对 没错 他下次可能会见到习近平 因为这次很乖 这次是看着习近平的影像 在评调 神交 在评调 对对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 你应该有机会 做一个有尊严的前总统 可是你却没有这个机会 你又不把握这个机会 你当然就跟宋涛讲嘛 想承认我 想要跟我谈统一 我们当然用谈的啊 那你要不要先承认我 不然我们谈什么 你讲了法国跟德国 那你就可以讲啊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不是该对等的来谈判 我这样子我真的给你鼓掌 你又不敢讲 他不会抓 真的不会抓你的啦 抓你那边没有什么好处啦 所以我讲勇敢 还有几天 我真的很期盼马英九 再见到王沪宁的时候 就直接跟他讲 要谈可以啊 先承认中华民国 我们才有得谈 否则你从1949年之后 你没有承认过我 让我在全世界碰壁 让我连个参加运动的国旗 都不能拿出来 那我们谈什么 我们没得谈 九二共识 就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如果你这样讲出来 我告诉你 我真的佩服你 我真的佩服你 而且国民党的这个 所谓的选情会涨停板 对 可是国民党 你真的是慢慢等吧 我相信下一次 他会拿更大的那个小超 为什么 更有诚意 见这个宋涛是小本 对不对 是AA4的 见了那个王沪宁 可能要A3对开 那才够大 所以我真的觉得 千万不要这样 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嘴巴上讲说 哇 马英九好棒 心里真的看不起你 帮我补充一下 我在冻没条 因为我叫国际关系的 你在我面前讲德法 我会抓狂 第一个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主权国家 对主权国家 第二个是什么 只有民主国家 跟民主国家的主权国家 才有所谓的 互惠平等跟尊严 马英九 你说什么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民主国家是会 併吞民主国家 来来来 各位线上的朋友 来不及 开课了 大家去查一下 关键事 什么叫做民主和平论 民主国家 跟民主国家之间 才会在经济上 整合 还有互惠 还有什么叫做 整合理论 跟功能主义 为自己行销一下 我昨天就已经 斜篇评论了 因为我早就知道 马英九 会做这种 错误的类比 各位 这叫什么 好读书不求圣解 喜说话 信口开合